男人只要一接吻 那手啊比倒滑还肿呢 以最快的速度 放到该放的地方 哎呦你们 新婚之夜 新郎发现新娘肚皮上 纹了一个二维码 于是好奇的拿手机扫了一下 看到结果 勃然大怒 一脚把媳妇踹下了床 第二天就拉着去民政局离婚了 你们知道 这是为什么吗 服务员 哥有什么需要能帮到您的 你有对象吗 没有 那哥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好呀 你是想要二十岁年轻七成的小伙 还是想要六十岁的老头呢 当然要老头了呀 为啥呀 老头好 老头妙 老头跟我头一样少 问题老头是还少 最主要的是老头走了还能找 你说与其陪一个男孩长大 还不如个老头唠唠心里话 最主要是老头有敌宝 走得还能找 哎呦 这小伙老批按着 太精明了 过了眼呢 高手 荒田无人耕 一耕有人争 肚里无食无人之 身上无衣受人欺 合伙租船 船会漏 两家养驴 驴会受 好猫难抵御引诱 人不交往 看不透 我和老公 没有共同语言 不能说话 一说话就干账 就这样 过了三十年 有和我一样的吗 中国的男人到底有多累呢 我来告诉你答案 这个视频 你一定要点赞收藏 然后送给自己 并且转发给你的另一半 好好的看一看 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 全世界的劳动参与率 平均水平只有65.1% 但中国就达到了76% 位居世界前列 而中国男性的参与率 更是高达80% 这组数据就把咱们中国人的 勤劳美德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那中国男性和其他国家的男性相比 更是拼命三郎的代名词 但是你以为这组数据 就能够说明中国的男人很累吗 不还远远不至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中国男性的收入水平呢 比女性高2000块 更奇怪的 却是男性的消费占比 却占社会总消费额的30% 实在是少得可怜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一个赤裸裸的真相 男人们挣钱挣得多 可是花的却少 当然男人自古以来呢 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挣钱养家是天经第一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以前男人养家那是快乐的 因为他们的付出能够得到认可和理解 给老婆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 所以他们累并快乐着 而如今的男人呢 工作要卖力 收入要高 要有房有车有存款 还要赔你 体贴又温柔 付出的更多了 但是家庭的认可度 却在不断的下降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 把这些付出看成是理所应当 所以才有那句 男人负责赚钱养家 女人负责貌美如花的 毒鸡汤广告 多少女人一边花着老公赚的钱 一边吐槽着 她在外面打拼了一天 累了 回到家里 以为家里可以成为治愈的港湾 但是妻子总是因为生活中的 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断的找茬 指责 谩骂声不断 压的男人根本就喘不过气来 他们找不到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 只能静静的待在车里 边抽烟 边发呆 在生活面前 他们是父亲 是儿子 是丈夫 唯独不是他们自己 一睁开眼 身边全是依靠他的人 却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他来依靠 全世界都在教女人如何如何被爱 却很少有人提及 男人也需要爱呀 即使他们从来都不怕为你付出 为这个家来付出 他们最怕的就是他们的付出 得不到回报 还被碾碎了一地 所以男人的泪不是体力上的泪 而是心里的泪 那你认同吗 认同的话 请点赞转发吧 中国的男人到底有多累呢 我来告诉你答案 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点赞收藏 然后送给自己 并且转发给你的另一半 好好地看一看 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 全世界的劳动参与率 平均水平只有65.1% 但中国就达到了76% 位居世界前列 而中国男性的参与率 更是高达80% 这组数据就把咱们中国人的勤劳美德 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那中国男性和其他国家的男性相比 更是拼命三郎的代名词 但是你以为这组数据 就能够说明中国的男人很累吗 不还远远不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中国男性的收入水平呢 比女性高2000块 更奇怪的却是男性的消费占比 却占社会总消费额的30% 实在是少得可怜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一个赤裸裸的真相 男人们挣钱挣得多 可是花的却少 当然男人自古以来呢 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挣钱养家是天经第一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以前男人养家那是快乐的 因为他们的付出 能够得到认可和理解 给老婆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 所以他们累并快乐着 而如今的男人呢 工作要卖力 收入要高 要有房有车有存款 还要陪你 体贴又温柔 付出的更多了 但是家庭的认可度 却在不断的下降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 把这些付出 看成是理所应当 所以才有那句 男人负责赚钱养家 女人负责貌美如花的 毒鸡汤广告 多少女人一边花着老公赚的钱 一边吐槽着 她在外面打拼了一天 累了 回到家里 以为家里可以成为治愈的港湾 但是妻子总是因为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断的找茬 指责谩骂声不断 压的男人根本就喘不过起来 他们找不到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 只能静静的待在车里 边抽烟边发呆 在生活面前 他们是父亲 是儿子 是丈夫 唯独不是他们自己 一睁开眼 身边全是依靠他的人 却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他来依靠 全世界都在教女人如何如何被爱 却很少有人提及 男人也需要爱呀 即使他们从来都不怕为你付出 为这个家来付出 他们最怕的 就是他们的付出得不到回报 还被碾碎了一地 所以男人的泪不是体力上的泪 而是心里的泪 那你认同吗 认同的话 请点赞转发吧 有问 你知道丈母娘加一笔念什么吗 丈母娘加一笔 就是二十万 你